说点闲话,讲点故事,倒点常识 咱不想惊人,也不想吓人 各位听了,会心一笑,咱们相望于江湖 一鸣不惊人,欢迎收听 我是张鸣,一鸣不惊人,今天接着开讲 今天讲的题目是 大学该不该去行政化 大学行政化的问题,现在已经是社会公认的了 大家都知道大学的行政化 全世界只有中国大学有行政级别 有的是厅级,有的是副部级 越是重点大学,越是级别越是高 这种状况,恐怕咱们国家是一种中国特色 四季八份,读一份 那么要不要去行政化呢? 其实行政化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大学有行政级别 关键是说,这个大学它实际上是被行政主导了的 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行政体系中的一部分 一个台阶,那么大学就像一个机关 它是按照行政的这种规则 按照逻辑来运行的 就是说大学的主导者是行政官员 而且它的所有的部门都跟行政机构 是有相对应的,每个部门都是相对应的 那么大学里的行政长官是大学的主人 那么最要紧的是说,他实际上他不是按学术的规律 按教学的规律来办事 而是按行政的规律来办事 说行政长官想要干什么 要干什么,他就会干什么 跟这个教育,跟这个教育家的意思 是没有,是完全大相径庭的 那么这样大学行政化我们都知道 它是应该被去掉的 否则的话,不光大学 其他学校其实你也办不好 因为这个行政化的问题是中国教育的顾忌 它是所有的学校都有这个毛病 只是说大或小而已 那么大学的问题就显得更突出 因为它是整个教育的出口 就是说你一个人从大学就进入社会了 那如果说我们大学是这样的话 就是你培养不出合格的人才 那么对整个社会,对整个国家 以及对每一个家庭都会有莫大的影响 那么大学行政化是应该改革 但是呢,很多人却不同意 比如说刚刚有一个很著名的学者 他就认为说大学行政化是该去啊 但是现在不能去 现在去了大学什么都不是 此前也有一个很著名大学长说过了 说大学如果想去行政级别 那么整个社会都该去 如果社会不去光大学去 那么最后可能就是大学什么都不是 我要去建一个,我要去到政府建人 连科长都不出来建我 也的确有这个问题啊 对吧,你比如说南方科技大学没有行政级别 那么校长就不知道 这个政府找校长来开会 就不知道把这个校长往哪安 所以就给他放最后 但是其实我觉得一个大学校长 如果仅仅是靠行政级别 来维持他的尊严 我觉得也很可怜 那么我们知道那蔡恩培当年 对吧,那么有名的教育家 他什么行政级别呢 他是科级,听级,还是处级,还是副部级,还是部级呢 对不对 什么级别也没有 但是人家谁敢不买他的账呢 对不对 张柏林啊 还有蒋孟林啊 还有梅一琦啊 这样一些著名大学长有级别吗 没有行政级别 对不对 张柏林那个时候在重庆的时候 他两个学生都是部长 两个部长给他抬轿子 对不对 那么我们以前的大学长 为什么可以没有行政级别 就可以获得他的尊严 我们我们现在的大学长 为什么非得靠这个行政级别 这个老虎皮呢 那实际上就说 是不是说明我们对这个行政级别 依赖太深了呢 说到骨子里去 是不是说 如果没有行政级别 这校长们出门 就坐不了头等舱 这个进不了贵宾室 那是不是觉得这个就很丢人呢 是不是开会的时候 非得坐到前排 或坐主义台上 才有足够的荣耀呢 既然开会嘛 做哪不都行嘛 那么全社会的行政化 其实都不好 那么大学如果不带头 对不对 大学作为一个教育机构 如果不带头去行政化 而且还是 还是坚持自己的行政化 那么我们这中国 这个什么时候 能够去掉这个光国 这个头衔呢 什么时候能够回归 回归这个这些 这个这个社会的本源呢 所以说我觉得 既然是大家都知道 行政化并不好 而且他非常有害 他经常害人 就是他这个很多 这个我们知道 就很多这个该办的事 办不好 就是因为行政化的缘故 我们大学现在的教育 这个这样烂 为什么这个前学生之问 就是问出个名堂来 其实不就是因为 我们行政化的缘故吗 我们像个衙门吗 对不对 老师按照衙门的逻辑 来办事吗 哭笑不得 这个大学教授教师们 就被这些行政长官 指示来指示去 检查来检查去 就 然后呢 按照行政的逻辑 按照这个行政机关的逻辑 出政绩 数字出关 然后呢 就逼着你呢 去 出成果 上项目 然后看这个 然后你看你这个 这个学校的数字 数目之上是不是好看 然后呢 结果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 我们的科研 我们的数字上 实际上上去了 但是实际上 科研实力并没有上去 我们的教学 一塌糊涂 就很 叫社会诟病 那么这样的情况 如果我们还 因为 仅仅是因为校长的级别 像没有了行政级别 就觉得没有了威风 那我们就不去掉 这个行政化 那说得通吗 所以 这个 我觉得啊 这个 行政化的问题啊 其实是一个 非常清楚的问题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 因为你行政化 这个学校 什么事都不正常 就是在别人那个地方 在别人有正常的事 在我们不正常 在我们正常的事 别人看得很稀罕 就是我们中国 很多很多大学里 很多很多现象 国外的同行是看不懂的 看不懂的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怎么可能 去建设什么世界 一流大学呢 怎么可能实现呢 所以这样的事呢 就是说 不要再撑了啊 其实我觉得 一味的坚持 所谓大学要行政级别 一味的坚持 大学这个行政化 是还是必不可少的啊 必须得等着社会 都去了以后 我们才能去 它就是一个托词 它鼓对头 还是人们 这些有些人们 对这种行政级别 对这种行政待遇啊 这种级别 带着带着带着 带着带着特权 情有独钟啊 这个事呢 其实它是一种 丑恶的东西 它对你 可能给你带来一些享受啊 这些享受 是会为人唾弃的 所以我碰劝 这些这些主公啊 还是把自己的 尘尘的尿 收一收好 一鸣不经人 今天就要去讲到这儿 希望大家下次 接着请我讲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